大家好,我是刘亦 这几天正是吃萝卜的季节 今天就用白萝卜 教大家做一个特别好吃又简单的家常菜 那就是小炒萝卜 香辣入味,脆嫩不出水 下酒又下饭 做法简单又解地气 你一定能够学会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一根白萝卜 一定要挑选这种新鲜的水分足 炒出来吃着口感才脆嫩 接着把白萝卜的两头两尾先切掉 再用削皮刀削掉外皮不要 也不用削得特别干净 只要把表面这些根须削掉就可以了 全部削好后 再放入水中清洗干净 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再来准备一根青蒜苗 把根部切掉不要 这几天的青蒜苗味道特别的香 就是叶子这个部位 最容易残留一些泥沙 一定要掰开慢慢的清洗干净 不喜欢吃青蒜苗的 可以放入一些小葱或者是韭菜之类的 主要是搭配颜色 增加香味 做出来好看 而且又好吃 接着来切萝卜 先从中间切开 可以看一下水分特别足 再切成凉拌 然后再切成薄薄的厚片 像这么厚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后装入盆中 接着来准备少许的猪肉 主要是增加鲜香的味道 改刀切成薄片 炒这些素菜一定要放入一些猪肉 吃起来味道才会更浓香一些 接着来准备小料 生姜和大蒜适量 先拍破 然后再剁碎 少许的大葱切成葱花 切好后装入盆中 再把青蒜苗根部的位置写到切成片 蒜苗叶切成段就可以 切好后装入盆中 再来准备一些杭椒和小米辣清洗干净 这个主要是增加清香的辣味 又搭配颜色 把杭椒先斜刀切成小片 小米辣也是切成小片 不喜欢吃太辣的就少放一点 切好装入盆中 全部准备好后进行下一步操作 起锅烧水 下来煮萝卜 水开后把萝卜倒入锅中 通过汆烫 主要是去除一些多余的芥辣味 而且在炒制的时候 更容易入味 开锅后保持中火 煮至一分钟左右 用勺子都推动几下 让其受热均匀 然后用漏勺捞出控干水分 接着拎起锅 把锅烧干后 放入一勺的植物油 先把锅润透 润透后盛出热油 再放入少许的凉油 油热后保持中小火 先下入五花肉扁炒 炒出多余的水分 炒出香味 把五花肉 盐炒至卷去微晃出油脂 这样吃起来才香 接着下入葱姜蒜 和少许的花椒 盐炒出香味 这时候烹入少许的料酒 会发增香 继续翻炒几下 放入少许的皮线豆瓣酱 增加香辣味和红酱的颜色 当然不喜欢吃的 可以不放 炒出红油后 放入10克左右的 生抽酱油提味提鲜 继续翻炒 炒出酱香味 炒至油脂红量 采用这样的效果 再倒入控干水分的萝卜翻炒 把萝卜片炒上红亮的颜色 接着放入半勺的开水 翻动几下 烧至大概40秒钟左右的时间 这个目的主要是让萝卜吃起来更加的入味 烧至汤汁渐少 接着来调味 放入少许的食盐 半勺的鸡精味精 和小半勺的胡椒粉 增加香味 用勺子继续翻动几下 化开调料 再倒入切好的杭椒和小米辣翻炒 炒出清香的辣味 接着再倒入青蒜苗 这时候一定要把火开到最大 保持大火 快速的翻炒10秒钟左右 炒出香味 炒出多余的水分 炒至枝干亮油 最后再放入少许的香油 增加香味 稍微翻炒几下 即可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看一下这红亮的颜色 是不是很有食欲 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像这样做出的炒萝卜 不仅好吃 关键是做法特别的简单 而且价格也不贵 萝卜一斤也就八毛钱 五块钱就能炒上这么一大盘 这样一道简单加厂 香辣入味 开胃下饭的小炒萝卜片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